大家好,現在傳承熱話 就是這位19歲的年輕話說高手 Aileen Gu,谷愛玲 她是代表中國隊 在奧林 Park 贏得多面的金牌 但有些人質疑她 因為她在美國三藩市長大的 究竟她有沒有放棄到美國國籍 成為一個中國的公民呢? 根據美國的法律 6039G 這條法律是90年代通過的 原來所有人放棄美國國籍 他們的名字都會刊登在 美國國會的稅局 IRS的網站上高 這些名單每一季都會刊登出來 給所有公眾去看的 我現在上網看到這個名單 最新我可以找到的 就是2020年的春季刊登出來的名單 大家可以見到 有刊登了一些人的 最新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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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寫什麼原因 他們放棄美國國籍 但是一看就知道有很多人 現在在網上看到 這些人就是放棄美國國籍的人 為什麼國會在90年代通過 6039G這個法例呢? 因為當時有很多人賺到很多錢 在美國這裡 成為千萬富翁、億萬富翁 他們移居在其他地方 不想再交稅給Uncle Sam 不想交稅給美國政府 決定跟美國斷絕關係 不要美國公民 不想再交稅給Uncle Sam 所以就是要求放棄 將他們的國籍取消 國會就為了要令到這些人覺得很羞愧 將他們的名字公開出來給所有人看 所以這個名單 每一季都會刊登一次 即是一年會出四次 根據知情的律師說 就是如果你放棄了跟水谷說 你不想再要美國國籍的話 就要差不多等半年的名字 才會出現在這些名單那裡 那我就粗略地查過 有沒有這個谷愛寧 Aileen Gu 的名字 在這個單上就找不到她的名字 看到有些中國中國人的last name在那裡 有些中國人就放棄國籍 Anyway 現在看來 谷愛寧的名字 都不在這些公開的名單上高 但是有可能她在今年才放棄美國國籍 或者在今年年中或者年尾 會見到她的名字 走出來都不出奇 都不出奇 但是到那時候 可能那些人已經忘記了這宗新聞 但是現在呢 爭議性很大 當然 就是有些人認為 就是她 兩邊都討好 是吧 又想討好美國人 又想討好中國 那 就 yeah 但是的確她是一個滑雪高手來的 那就協助中國贏到金牌 那 這一位的女生看來 她的前途 都是無可限量的了 但是她有多愛國呢 那這些就 你們大家自己作決定吧 謝謝